驻旧金山办事处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酒会 包括了加州以及犹他州州府的代表 还有桥界的人士约有五百个人出席 场面热闹欢欣 新任的驻旧金山办事处的处长傅政刚 也感谢所有的嘉宾丽临 并且期盼台美以及两岸之间 继续维持和平共荣的气氛 驻旧金山办事处庆祝101年双十国庆酒会 刚上任的傅政刚处长康立 热情迎接嘉宾并一一握手致意 入口处还排列了大型看板 介绍台湾的风土民情 包括加州与犹他州州府代表 及桥界人士约五百人出席 六头祥师在锣鼓声中舞进会场 让来宾侨胞们感受到中华民国 101岁生日的喜气与欢乐 随后由北加州台大合唱团 领唱国歌 傅政刚处长致辞时期盼海内外同胞 攜手合作开创中华民国前景 增进台美邦誼 中华民国的韩庆活动 有赖海内外的国人共同胜党 包括犹他州参议长瓦杜斯 由他州参议会多数党党编卡纳桑加州参议员于印良及外国史杰等先后上台祝贺 期盼美国给予台湾免签证优惠能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傅政刚处长率领来宾共同举杯 并切下写有101的国旗蛋糕 祝福中华民国就如明天会更好 这首歌一样 风调雨顺国运昌龙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美国旧金山采访报道